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寒 你找我 什么事啊 跟你呢 谢谢啊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看来你就知道了 我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rums到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ubs观点栏目 期望 F未成案 C tel公司 解与主子 还快不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霖 你小的 又忘了牙膀黑了吧你 咱俩谁跟谁啊 这小子 老干这事 大银子 行了 多两天啊 我们俩你自己点去 这小的都三天都顾着自个的啊 不仗义 抓紧时间啊 马上开饭了啊 好嘞 听说这伙食不错啊 听说是三荤一素 三荤一素 你做梦吗你 不错呀 三素一荤呢 放心吧 有继续补助 不错 伙食差不了 怎么啦 有问题吗 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你小的展眼睛是喘气用的吧 这里是教官宿舍 你以为你跟教官们一起来这儿 你就成教官了 你也就比其他学员 早到了那么一点点 走错地方了吧 出门又乖 学员宿舍在那边 快去吧 你来得早 选个离厕所近的位置比较好 起码洗业时候省事啊 快去吧 看看没 真拿自己当干粮了啊 小样 想玩挺好 进来就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心情非常不好 别惹我啊 把背子还给我 松口 不跟你说啊 好狗不当倒啊 我不是怕你啊 我是不跟狗一般见识 把背子还给我 有没有人管啊 这谁的狗啊 抱 松口 看什么看啊 把你狗叫回去 是呀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准再叫黑龙是狗 它不就是这条狗吗 你再说一次试试 它不是狗是什么 怎么会说啊 不不带放狗的啊 黑龙 里边儿带人 有点意思啊 可以啊 有两下子 住手 好 干什么啊 没德行是吧 干 干什么 干什么去 这次先放过你 谁放过谁啊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 是 你等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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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的转器 抱歉 你的订阅订阅评订阅 是能力 慢点 给你看看 来 进来看看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不喜欢吗 还行吧 还行 你说吧 你看看还缺什么 爸爸去给你买 缺妈妈 爸爸 咱们搬家了 妈妈要是回家 不知道咱家的新地址怎么办 她不就回不了家了吗 你怎么回事 蓝牛 别担心 妈妈她知道呀 因为爸爸告诉妈妈了 真的 真的 爸爸不骗我 爸爸不骗你 爸爸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但是你不要骗我 有什么问题 你问吧 你答应我 好 爸爸答应你 你和那个阿姨是什么关系啊 哪个阿姨 就是今天和我说话的那个漂亮的阿姨 我说话的 她是爸爸 以前的同事 怎么了 她是不是你的前女友 爸爸 是不是 你以前的女朋友 我说过 你可以不回答我 但是你不要骗我 我已经听狗欺骗了 我只是想知道 她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 爸爸 我不是小孩子 我什么都懂 是 你们为什么没结婚 傻丫头 我们如果结婚的话 怎么会有你 你为什么跟妈妈结婚 你是爱妈妈 还是爱那个少校阿姨 我说了 你 我说了 你可以不回答 但是你不要骗我 兰丁 很多事情呢 没那么简单 等你以后长大了 慢慢就了解了 你不爱妈妈 你不爱妈妈 这是什么话 但是你更爱那个少校阿姨 安丁 我看出来 过来 安丁 Luca 你说对了 爸爸是曾经爱过那个少校阿姨 但是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有十年了 这十年来 发生了很多故事 我和你妈妈结了婚 有了你 妈妈 蓝牛 爸爸 这是一个完整的家 是我的家 是我们的家 蓝娇 请你相信爸爸 爸爸爱这个家 这个家 在爸爸的心里 比什么都重要 骗人 爸爸没有骗人 你的部队就比这个家更重要 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我困了 我的房间在那儿是吧 我先去睡觉了 就搬个家比出国王还要 和倒水差 妈 妈 妈 在北京 起来 本来是爸爸去见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也要去 是 宗子墨 你已经不年轻了 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虽然带救援俩字 但却是货真价实的特战分队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是认真的 你见过高盛涵了 是 我想知道 你不是因为感情冲动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旅长 您是看着我一步一步地 成长为卫生队队长的 不论是抗震救灾 还是训练演习 不用一次含糊过吗 你的表现 我们权力上下 乃至集团精都知道 当兵 就要当能打仗的兵 我希望成为解放军第一支 空降救援突击队的一员 请旅长批准 能不能成为霹雳火 真的不是我说了算了 我批准了 有用吗 我会努力通过选拔的 好 我签字 你集训期间 队长有副队长代理 是 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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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带鸟 有事啊 有事 你干吗呀 神经了 不是 我这儿去霹雳火空降救援队 怎么就神经了呢 可你是飞行员呢 人家也没说 不让飞行员去报名啊 是 是没说 可是谁也没想到 飞行员会去报名的呀 我这不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 你搞什么呀你 你已经是直实的飞行员了 培养你花了多大的代价 怎么就想起来改行了呢 年轻嘛 想换个货法 再说了 我也没有离开飞虎旅啊 你知道这会影响你的发展吗 你是权力最优秀的青年飞行员之一啊 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呀 有什么用的 连个女人都打不过 你打不过就好好练呗 这就齐磊了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真的 在天上飞了这么久 飞腻了 想到地面上试试 奇怪 你一定有什么话没跟我说 没有 我真的想好了 我想到特战分队去试试 我们马上也要组建特种航空队了 你就不想参加吗 特种航空队 对 特种航空队 代号战虎 战虎特种航空队 主要进行陆航特种作战的研讨 你不觉得 你更应该参加这支特战分队吗 通知你去开会了吧 通知了 就是组建战虎特种航空队的动员会 你也在名单里边 这可是解放军陆航的 第一支航空特战分队啊 是 顾翼也在吧 当然了 他的优秀你又不是不知道 既生非 何生易一样 不会吧 你就是为了躲他呀 也不是躲 真的 有些事情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是 副厂部长 我真的需要换个过法 希望你能够批准 好吧 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 那我就签字吧 黄聪 我是不会回到的 但是 路是我自己选的 我一定走到底 年轻人 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为感情左右自己的命运啊 那是最愚蠢的行为 你 你看我干吗 没事 你说的话我都记到心里了 我先走了 战火的动员会不参加了吗 我已经打算去霹雳火了 战火的特种航空队的动员大会 我就不去参加了 都保重 被感情左右自己的命运 是最愚蠢的行为 对 我们当初 为什么那么蠢呢 别看了 他不会来了 他去霹雳火了 他疯了 谁说不是呢 小心 站在这里的飞机员同志们 你们肯定会觉得 多少有些奇怪 你们不是一个飞行大队的 也不是非一个机型的 武装直升机 侦察直升机 运输直升机 你们擅长的不是一个领域 但是 我为什么要把你们 招起到这儿来呢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年轻 年轻 是一种无间不随的力量 年轻 是一种无可畏惧的信仰 因为年轻 你们不惧怕任何的危险 你们不随先任何的责任 你们和我一样 都毕业于陆军航空兵学 我很清楚你们 在这个年龄 心里会想些什么 你们渴望飞得更高 渴望飞得更远 你们 将开创中国陆军的历史 你们 将开创中国陆军航空兵的历史 根据上细指示 飞狐吕 将组建两支特种分队 有一支 你们已经知道了 霹雳火 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 是专门在敌后 营救适时飞行员的 另外一支特战分队 就是今天我 召集你们来到这儿的目的 战虎特种航空兵 这 就是我召集你们来到这儿的目的 你们 飞狐吕 最年轻最有活力的航空飞行员们 将成立 中国陆军航空兵 历史上第一支 航空特战分队 战虎特种航空队 战虎特种航空队 将要承担起 中国陆军航空兵 特种飞行作战的 试验研究任务 不仅要配合霹雳火 空降战术救援突击队 执行敌后营救 和作战任务 还要独立地承担起 特种飞行作战系统 你们 以前都看过很多 外军特种航空部队的 战力资料 你们也都问过我 为什么我们 不能组建这样的航空部队 今天 机会来了 机会就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准备好了吗 机会就摆在你们的航空部队 我们的航空部队 你们都是优秀的飞行员 你们也都清楚 特种航空战术 要比寻常的航空战术 危险很多 超低空突入 切地面飞行 无形电静默飞行等等 充满了危险和挑战 除非是最勇敢的飞行员 才能留在我们战虎特种航空队 你们是最优秀的吗 是 如果你们不优秀 我早把你们提给霹雳火了 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战虎特种航空队的队员了 这对于你们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 也有一个坏消息 根据旅单位决定 有我 兼任战虎特种航空队的队长 你们都了解我 对于你们来说 这是一个噩梦 这怎么是噩梦呢 太好了 太开心了 你是开心吗 好了 一会儿 都回去收拾一下 到战虎特种航空队的 促使楼报到 下午就开始行列 计算 太棒了 崔副产部长 我太高兴了 你干什么呢 是不是行列 这九零号的女孩 真的这么不含蓄吗 你 你先帮她 帮她 你们去 帮她 我 自己吃啊 好 我走了 爸爸 妈妈没说到 什么时候回来吗 可能还需要 过一段时间吧 这样的话 爸爸有机会呢 问一下妈妈 问问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 好吗 我什么时候上学呀 嗯 学校呢 爸爸都给你联好了 明天 你就可以去 新学校去上学啦 还有什么问题啊 爸爸 我没问题了 问题大王 再见啊 我没问题 我起来 请你 请你 ز 你就 我 你 就 我 你 你 你 我 好的 莉莹 我们再来一次 要开始了 对啊 离比我们还早 笨鸟先飞嘛 你们霹雳虎 离开我们战虎 那也是没有翅膀的老鹰啊 到时候你可别只管送不管街 没错 我就是只管送不管街 如果真那样的话 我就拿个四零火 把你给打下来 好了 我们也要开水了 好了 我们也要开水了 我过去了 汉鸟鸟 汉鸟 这一组飞得还不错 包括 老菡 干嘛 哎 还有点紧张呢 放心吧 有我照着你啊 看什么呢 你 太找你事了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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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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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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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呢 你看那个飞行员 就前面那个 他叫许飞 你认识他 他是我表姐 他是我表姐高中时的男朋友 新式的小姐夫 那他认识你吗 小子是我暑假里见过几次 后来听说他搞上飞行员了 我以为他在空军呢 他应该不记得我了 所以呢 原来原散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没想到 我在这里能遇见他 你喜欢你表姐的男朋友 是前男友 他们早分手了 那个时候多小啊 懂什么 再说我表姐 都结婚有孩子了 那你怎么就知道 人家现在就没有女朋友 就是 直觉 你看我好看吗 我这样去见她行吗 哎呦 赵小鸭大美女 哎 你搞清楚啊 我们可是来受训的 不是来泡帅哥的 哎呀 量不耽误嘛 其实我觉得飞行员 是蛮帅的 哎呀 干嘛 你认识我吗 你谁啊 我是赵小鸭啊 你还记得吗 赵小鸭 我认识你吗 是 快了快了 人家不认识她 得了得了 本来就有单相思啊 张如云 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 六年前 你上高中的时候 放暑假 你来他家玩 我们见过 见过 啊 我记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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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当年那个 渣渣小辫 玩得跟那个 安格拉长毛兔似的 一天到晚留着鼻涕 倒是跑那小丫头 是不是 哎呀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 都长这么大了 哎 你现在还拿那个袖子 擦鼻涕不 那都是小的时候 我现在都二十一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对对对对 先长大了 长大了 哎 你 怎么 怎么长成这个样呢 远远没有小时候 那么水灵了 哎你 嗯 你怎么这么不会聊天 有 你们聊得好热闹 队长 啊 你是 我 飞行四大队飞行员 许飞上尉 小心 你认识我吗 认识 您是卫生队队长吗 怎么 你们俩认识啊 不认识 快 大家列队 快 大家列队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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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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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你们站在这里 准备接受严格的训练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高盛寒 高处不胜寒的高盛寒 代号飞扰 是本次霹雳火特战集训的总教官 你们一共有一百二十一人 参加本次集训 但这其中只有二十人可以胜出 成为未来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的经营战士 在成为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经营战士之前 首先要成为一名 中国陆军的合格的突击队员 你们知道 什么是突击队员吗 你曾经想过自己 有张一日 在缺氧极寒的万米高空 负重六十五公斤 从机舱一跃而出自由坠体 在距离地面一百五十米 甚至更低的地方才能打开散吗 在突击队员的日常训练当中 第一阶段就要有五次 而且其中一次 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中进行 这五次 我们全部要求全副武装携带实弹 包括你身上的手雷 都是真的 你曾经想过自己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负重五十公斤 长途跋涉九十公里 其中有二十公里 是极限山地盘登吗 那里根本没有路 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年朗都爬不上去 你曾经想过自己 可以熟练地操控 二十二种枪支和火炮 可以熟练地驾驶 坦克和装甲车吗 你曾经想过自己 在冰冷击寒的深海 在五千年静默当中 穿过密布水雷 和反挖着海豚的水下封锁 去完成九死一生 炸毁敌人航母的任务吗 同志们 我想让你们好好想一想 不要说是实战 就算是在日常训练当中 如果你不能按照 规定时间离开 爆大的水下冲击波 会把你的五脏六幅都阵列 你会像一个 破损的皮球一样浮出水面 我刚才说的 都只是一名突击队员的 日常训练 赤手空拳 格杀持枪敌人 来无影 去无踪 穿过敌人防线 千米之外 取敌球手技 这就是突击队员的日常生活 我们要求突击队员 进入人际罕至的原址森林 隔壁水源 在很多森林里面 万年阳光都照不进去 就连是软波 想起来都会心真胆战的险境 那就是突击队员的家 在那里 有随时取人性命的毒蛇和猛兽 就是突击队员的盘中餐 而你要作为一名突击队员 必须要吃掉他 否则他就要吃掉你 在很多特殊的关键时刻 一名突击队员 就可以扭转整个战局 甚至挽救国家的命运 中国陆军的突击队员 是真正万里跳移的勇士 平均在一万个申请报名者当中 只有一个人 有资格有能力来到我这儿 接受最基础的训练 而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刚刚开始 然后再经过军队多年的培养 才能成为一名 中国陆军合格的突击队员 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拥有着特殊的职责和使命 不过是要突击还是要救援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直升机 运输机 轰炸机 战斗机 在敌后被击落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带给我们幸存的飞行员 回家的希望 当地震 洪水等自然灾害 在我们的城市 相随肆虐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去履行我们人民子弟兵的 高中使命 当我们同胞 因为战争或者暴乱 被搁置在海外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保卫我们同胞的生命安全 无论地边有什么危险 是枪林带雨 还是山崩地裂 地裂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航步犹豫 一无反顾地会掉下去 保护我们的同胞 安全回家 我不管你们是谁 你们到这里 有什么样的目的 你希望得到 什么样的未来 我 只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说的上述情况 在将来某一天 发生的时候 如果让我感觉到 你无法帮助他们遇难者 我会让你马上离开 明白吗 明白 明白好 这就是我说的话 在霹雳火 他人的生命 高于我们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 不用我再多说了 你们就该知道 这有多危险 怕了吗 不怕 不怕就大点事 不怕 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 作为一支 有着特殊作用的特种部队 对人才的选拔 有着特殊的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 不只是突击队员 还是战地医生 搜救专家 工程维护专家 信息处理专家等等 总之一句话概括 霹雳火 是战场上的前兵 霹雳火 是生命的保护神 霹雳火 是第一种 从天而降的天使 你们听懂了 现在回答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说了这么多 我嗓子都喊哑了 现在 你们这些人当中 有没有人想跟我说点什么 我是说 你们有没有人后悔了 有没有人胆怯了 有没有人犹豫了 听到我说过安全的想退出 想回原单位的有没有 不好 抓 抓 这里没有人犹豫 我们时刻准备上 坚守最严酷的考验 你们 你是谁 你能代表所有人吗 不好 抓 不能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来到这儿 就算做最好的 好 夏世 请问你笑什么 我 我什么 我 报告 抓 他 他他他没笑 报告 抓 他笑了 但是因为他乐观 他 他不是坏人 又来一个多嘴的 我请问你 你是他代言人吗 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报告 抓 那不是虫的 你们觉得很可笑是吗 一个无缘无故的笑 一个多嘴多舌 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 会连累你们全体所有人受罚 我宣布 俯卧城准备 我不想重复命令 俯卧城一百个 开始 我告诉你们 团队协作是你们要上的第一堂课 你是在这里 贯彻始终的一堂课 如果你们不介绍或者受不了 现在就可以退出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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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ed 走了 老贵啊 这下咱俩可把大伙给得罪了 就跟你说 不让你来 碰着个神经病啊 兄弟兄弟 你们两个体能太差了 坦不忍睹 屁股抢都不高干什么 只在笑 在校独立做服务证一百个 快 你不行的 不要勉强自己 你不可能撑得住啊 你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 岂能不可能跟你伤 我告诉你们 男人和女人 会是一样的标准 因为你们无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 要去执行一样的任务 完成不了的 随时可以推出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在我这里 我是不会怜悯你们的 因为我现在怜悯你们 到了战场上 死神是不会怜悯你们的 我知道 你们性别不同 基础也不同 没有关系 我不是嘴上说的 男女平等的人 我会把男女平等 这四个字 付诸时间 继续